首报去核时间表美计划要北韩一年内契合 庞培欧本周赴北韩讨论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波顿一日表示 美国制定了北韩在一年内放弃核武和谈到非谈的计划 国务卿庞培欧不久将与北韩官员讨论这项计划 波顿在CBS电视台面对国家的节目中谈到北韩一年内契合计划 这是川普政府首次公开提出北韩旅行契合承诺的时间表 波顿说与美国的契合时间表合作对北韩有利 可导致对北韩的制裁很快取消 以及南韩与日本开始提供援助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与川普总统会务实保证 要完全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但华盛顿邮报6月30日报道 美国情报部门发现 有迹象显示北韩无意放弃全部核武 仍在继续生产可制作核潭的原料 并向美国隐瞒原料的生产的点核核武数量 情报部门的发现证实了国防情报局的估计 北韩不可能非核化 一名美方官员表示 华游的报道准确 反映了美国多个政府部门过去数周的看法 但波顿默有对情报部门的评估做出评论 他表示川普政府深知北韩过去数十年的毁约记录 一边与美国周旋谈判 一边发展核武 他说我们提出了计划 庞培欧国务卿不久后将与北韩官员讨论 如何在一年内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谈到飞谈 如果他们已做出放弃的决定 展现出合作态度 我们就很快推进其他议程 波顿表示 美国的一年计划是要求北韩放弃所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包括生化武器和计划和谈到飞谈 但分析人士指出 即使北韩愿意合作 废弃秘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绝非一事 这一年计划和谈到飞谈